我是Enter,欢迎收看Enterbox 虽然早前从R5、R6的各种规格留言 到真的发表我都一直有在发了这些讯息 但通常是比较处于有兴趣的状态 但并没有打算入手 只是当做一个目标和梦想来说嘴 这次换到R6 主要就是救了这台M50 有一些问题非常影响工作效率跟心情 最大的困扰就是M50的表面 蒙皮油老化辩护 这个非常恼人 每次只要碰到相机手就会粘到 而拍摄时经常是要一下碰科技产品 然后调整这些产品的角度 然后一下调整相机的拍摄 按快门 整只手就会粘粘的 就一直碰到相机粘粘的 碰到产品也粘粘的 就清洁上会麻烦 但其实我是很爱惜 也很尊重这些器材的个性 例如我就绝对不会一边吃东西 一边摸电脑或是摸相机 而且我的手也是不容易出汗的体质 平常也不会手脏脏的去摸相机 所以我猜主要原因是环境太潮湿 才导致老化了这么快 我想接下来应该就是要看看防潮湘了 我可不希望R6也布上M50蒙皮老化的后程 因为为了M50老化的这个问题 我找了虾皮啊淘宝 都没有找到合适可以更换这个蒙皮的零件 打电话问了原厂 他们说这个一定要到现场才能报价 就没办法在电话中就报价 我就很难理解了 就明明已经确定就只是要换蒙皮 就是饥壳的蒙皮而已 就报个价就可以了 我不明白就为什么一定要到现场才能报价 同时一边在网路上就找到 有人有经验换这个蒙皮 原厂的价格好像是两三千 那询问了一些店家 大概都没有问到有修这台的蒙皮 而这台相机的二手价格 大概也不到一万元了 所以我实在不想为此花两三千块钱 暂时的解决方法就是 把整台机器拆开 然后把老化比较严重的蒙皮部分 都把它全部都拆掉 然后刮干净了 至少现在用相机就不会粘得满手都是 不过长远来说 与其修机器不如就买全新的吧 这就是我这一次换R6最大的动力 不然我觉得现在M50真的是工作上非常好用的机器 用的也非常顺手 很多功能也很熟悉可以做到盲操了 从M50升级到R6 这两台机器其实有很多优点缺点可以比较可以聊 而且很多东西也是一体两面没有那么绝对的对错 在拍箱开摄上没有影响的我先不说 不然有缺点比较可以比出我觉得100项了 4K的画质真的超好 但这有一些缺点 例如以前用M50拍1080P 滑轨或电动转盘轻微的晃动 其实在画面上是看不出来的 但现在R6 4K就会把这些问题拍得很明显 而且这种晃动在后期条稳定一条防手震 有时候是去不掉的 所以摄影器材就需要更稳 拍摄也要更小心 被拍摄物的维护上也是 现在灰尘瞎似在4K下就很明显 因此拍摄期间就要更警惕自己或是提醒拍摄的人 要让产品保持干净 没有落成手油指纹这些 不然拍下去真的是很明显 真的是抵他以及压死人 ISO随便拉都很爽 而且R6在这方面的能力其实还比R5强 R6全画幅的景深比较浅一点 对焦也很准 可以更凸显出要拍摄产品的那个部分 但相对来说拍摄的时候 对焦就要有更强的目的性 不然就会觉得画面的主题性会差很多 或是对焦乱对的感觉 有一些细节就是你平常工作的时候会有小小的爽感 像是原本快拆板在M50身上会挡住电池跟记忆卡的盖子 每次拍摄要换电池就要整组换下来 装回去又要校准真的是很烦 现在R6记忆卡在侧边就不可能会卡到这个问题 而电池盖也可以完全打开 不用卸下快拆板 所以这方面真的是方便很多 虽然它只是省你个几十秒 但是你在工作的时候可以更顺畅 我觉得就是一件很爽的事情 R6记忆加上镜头让整体的重量变重蛮多的 所以对于云台的负荷也有一点大 现在有点担心油压云台是不是要换更好一点的才会比较稳 还有现在的镜头变大 有时候就会撞到花柜 现在如果出外拍一些广角的影片 单兵作业的话就可以考虑舍弃电子三轴 因为内建的防守震真的很强 但如果用到非广角端 要拍镜物还有产品的时候 那脚架还有三轴还是必备 体感上来说 电池续航力两台感觉差不多 可能M50的原厂电池还好那么一点点 但R6是全画幅拍4K 60fps 那个压力大的可不是一点点而已 我觉得非常够用了 好在R6本身还有过热的限制 就不太可能让你一整天都在拍摄 所以工作上目前双电池接力还行 如果没有过热问题 倒是拍摄时间的限制 按照我毛起来拍的速度 可能要三四颗电池才能够替换 因为那个电池充饱电的时间真的是有够久的 之前都是剪辑1080P10分钟左右居多 我头脑真的是撞到了 第一次测试R6的素材为主 剪辑4K 60fps我就挑战40分钟的Intel Evo的影片 剪辑本身很顺 不愧是9900K啊 但是Final Cut Pro X专案档达到400GB iMac的桌机记忆体40GB 也跳视窗说不够用了 我现在有点后悔 之前没有用OWC64GB的套件了 这样就有72GB了 之后可能就要来考虑一下了 目前网路也不够快 有时候上传YouTube4K影片真的是耗费很多时间 那之后看有没有厂商要带助我们做光纤网路的合作 最后讲一个小缺点 R6开机时间比M50还要久 有时候等的时间就会让我死去出窍一下 讲了这么多优缺点 我们后面再来讨论有没有后悔 Enterbox的所有同事都是用Sony的机器 只有我用M50 大家就一直游说我要出家为你 但是我对Sony的操作界面还有机身握感 真的是难以适应 这个是我最难克服的门槛 而且对我这种连调色裁切都懒得做的人 Canon直出的颜色比较接近真实 出名的像是肤色的表现真的就比Sony还要好 又但是同事他们都是用Sony 在镜头上面真的有很大的资源群 他们自成一圈的大家都可以互相使用 毕竟Sony不管是Forefront还是APS-C 都是采用E-mount 真的是很方便 附长的镜头资源也很多 反之现在选择RF的系统 不止官方镜头很少 附长也只有零星几只 RF还是未来的趋势 而且如果要进一步扩张镜头 其实透过转接环RF转EF 也可以有很大量很高品质的二手镜头是可以收的 比较遗憾的就是 原本在EFM的系统三颗镜头就毫无转接的可能 就变得非常的孤立跟没有用 因此现在有考虑要把EFM的系统整个都卖掉 或是只留一颗常用的变焦镜 剩下其他镜头都卖掉 如果确定要卖的话 我们会放在Enterbox的虾皮上面 好那为什么要选R6呢 其实在文章拍摄上用哪一台相机的解析度都是非常够的 但是在影片拍摄上 我想要将目前1080p的工作流 看看可不可以推升到4K 60fps 因此在机身的选择上 自然就不会考虑R跟RP 至少就要考虑R6起步才有4K 60fps 之所以没有选择R5 主要是因为价格高出了一截 虽然多了4K 120fps跟8K 30fps 但以目前的工作形态几乎都用不到8K 而4K 120fps的放弃 我可以接受R6用1080p 120fps来拍 就是拍一些特定的慢动作运镜 主要是想省下R6跟R5之间的4万元的价差 记忆卡方面 我选择两张Sandisk Extreme Pro 128G 那它是UHS-II的规格 标示可以达到300MB 一张价格大概是5000左右 而R6具备双SD卡槽 所以就一次配了两张 录影工作上就可以设定成双卡备份 或是一张记录RAW 一张记录JPEG 而速度需求方面 以R6拍摄缩时的4K 30fps OI来说 官方规格是470MB per second 换算大约是60MB per second 在Sandisk Extreme Pro V90的规格 还有260MB的写入速度看来 根本是轻轻松松啊 但我会选择最顶规的记忆卡 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 即便相机用不到高阶记忆卡 那么快的写入速度 但是电脑在备份传输档案时 就可以节省掉非常多时间 第二个 记忆卡当然不仅限于目前的R6 未来也打算用其他更高阶的机种 用Extreme Pro SDXC 记忆卡拍摄8K 比较不会有瓶颈 而且这张Extreme Pro记忆卡 有达到V90和UHS速度等级3 也就是U3 两种速度 让使用者在拍摄电影品质8K 还有4K 还有FHD的影片的时候 可以全程顺畅 那这两种速度等级 也是极限运动 或是其他高速运动赛事的理想选择 当然对有些人来说 还会有第三个理由 就是连拍 如果记忆卡的写入速度不够快 不够稳定 那连拍章数就会受到限制 等待存档的时间也会比较久 此外 Sandisk的记忆卡 除了速度和稳定性都很好 这张Extreme Pro UHS-II的记忆卡 还具有防震、耐高温抗击寒、防水前抗X光等特性 在使用上完全无后顾之力 可以放行转主拍摄 另一个很棒的工具就是滤镜 STC提供了三片使用率极高的滤镜 包括UV保护镜 CPL偏光镜和VND滤镜 大家在论坛和网络上会看到 这个台湾品牌产品本身就很赞 完全不输国外老牌的产品 而且大家评价 售后服务和客服都很好 加上我身边有朋友买过 他们家的产品都说非常赞 让我一直很期待在新的系统可以用STC的滤镜 这次使用后 各个滤镜都比我之前用的滤镜好很多 这张只有用STC的Builder 原本只是想要拍摄石头缝隙中的细流 回家用电脑放大看 才发现中间有一个蜘蛛网 看起来就很像蜘蛛随着细流结网的故事 是这几组拍摄当中我觉得额外感动的地方 相机真的是我们肉眼的延伸 也帮助我们记一些平常没有注意到的细节 第二片CPL也是出外拍摄风景 使用率超高的滤镜 在室内拍摄产品也可以用到 可以用来调整拍摄到产品上的反光的效果 第三片则是ND滤镜 对于拍摄瀑布流水 车流光轨都是必备的利器 目前用下来 我觉得STC的滤镜做工还有品质真的很棒 大家可以看看我们文章中这三片滤镜的更多介绍 众所周知的4K过热问题 在买之前我做了很多功课 但找了国内外的影片文章提到拍摄的情况 与我们拍摄开箱的形态其实都不一样 所以只能说有参考价值 但我一直没有找到心中觉得可靠的答案 所以我也花了很多时间去展示店 测试长时间拍摄的状况 甚至我有点不放心 在买之前我还借了一台R6就在公司使用 调试几次工作里我觉得也还OK 都没有紧绷碰到过热的问题 但是不断倒数的可拍摄时间还是蛮有压力的 当然我也测试了一下4K60fps在HDR工作流上的可行性 发现公司的iMac27寸i9可以达到普遍大家认为的瞬间 真的是蛮爽的 毕竟现在MI那么嚣张 但看起来旧的i9还是不错的 顶多是肉眼稍微可以感受到手也不协调的延迟 而且整个iMac的风扇也会飙起来 工作感受不是说很好 所以我还是选择4K60IPB的Lite 也可以减少档案储存的压力 剪辑时iMac就跟以前一样非常安静 CPU的占用率不到10% 一系列测试都没有问题后 我就决定下单R6了 新机到手后测试几天都没有问题 拍了几个产品的案子也都蛮顺利的 当时最近大家看到的Intel Evo的影片 里面如果是拍摄UX371 EA的那台笔电 都是用4K60fps拍的 接着我就将韧体从1.4升级到1.5版本 希望新版的韧体有进一步的把可拍摄时间拉长 不过我个人体感觉得1.5版本 似乎更容易冲到过热的问题 网络上也有一些类似抱怨 个人觉得很奇怪的是 1.5版本在拍摄的头几分钟 可拍摄时间下降速度飞快 有时候觉得1.5版本真的是开到车 而且它CD的时间很久 所以现在我已经学会刻意放慢一点拍摄速度 并且减少拍失败的几率 避免让它出现过热的警告 但即便这样 拍个一两个小时 就要关机让它散热一段时间 然后我可以出去吃个饭休息一下 一个小时再回来继续拍就差不多 但变得就有点要迁就相机 而且看着可拍摄时间快速下降 压力其实也蛮大的 诚挚希望1.6版本的韧体 可以有比较好的调整 那我有后悔吗 其实有一点后悔 但大部分时间是都蛮快乐的 因为像是4K 60fps 是从5.1K超采样下来的规格 还有超强的ISO 还有很稳的防手震 这些方面我依然觉得 R6是一台很棒的4K录影机 而拍照方面 2000万画素就真的很可惜了 鼠毛就不能很过瘾 这个时候就会有一点后悔的感觉 但是防手震又真的很爽 当时原本出游的时候就会带稳定器 现在出去玩一玩我都懒得带三轴了 不只是拍照的安全快门时间 可以进一步拉长 录影的防手震效果也是很棒 如果是换到更高阶的 24105 Luxury那只镜头 这人官方规格是写说 入门款一样是无级防手震 但我实测过一些片段 这只红圈镜的防手震 真的是明显比低阶的那只还要更好的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之后再聊 另外一个会后悔的 大概就是4K过热问题 所以就是这两个 但是你要我花4万块去换R5 然后去弥补掉过热跟像素不够高的问题 我觉得4万块去买3070 或是买3080所算力的 爽感可能会更高 那我买了R6之后 R6在今年1月降价幅度超大的 比R5还要凶 不过还好我们那时候去年买的价格 其实也蛮优惠的 即便知道不是最便宜 但其实跟现在降价后的价格没有差太多 所以因此心里的落差不会那么大 但老实说现在A74上市后 也是可以达到4K60fps 然后价格也很香 虽然我没那么习惯Sony 但在耳濡目染还有违比利游下 还是有了解它的动向 但回到买的时机点 假设当时A74已经上市 我还是会选择R6而不是A74啊 虽然这一集是开向EOS R6 这边还是帮同时打一下广告 如果是相机周边或是Sony的相机开箱 Enterbox也非常有意愿做开箱哦 也欢迎来信到我们的email 我是Enter 我们下期再会 我们下期再会发展到我们的email 我们下期再会发展到我们的email